市民大小市,請找夜園芝 停車場施工無配套 機車無處停遭脫掉 我是夜園芝夜,我園芝圓位 近日園芝接獲民眾陳情 表示因為大汗橋下的機車停車場在整修 民眾無處停車 所以聆聽在旁邊的人行道上 然而此處並無停車格 是會開罰的區域 很多民眾因此慘遭脫掉 接到陳情後 園芝立馬安排會堪 與紅翠里里長黃衣進 滿翠里里長林崇光 以及市府相關單位前往現場 經過討論研議後 交通局表示會加快施工進度 原需一個月的工期 將趕在8月底完工 屆時可停400輛以上機車 園芝也要求 交通局應做好配套措施 在維修的停車場完工前 與此地加上指示牌 引導民眾找到替代的停車區域 以免讓民眾再度應違規受罰 交通局也盤點了停車場附近的 四個可以停車的地方 民眾可以在維修的停車場完工前 置以下攜帶地點停車 就不會因為機車無處停 遭到脫掉了 如果您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 並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夜圓之圓之圓味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按讚 按讚 按讚